大家好,我是Lek仔 今天分享的是非常之醒胃 甜酸得來散發著淡麗的鹹香味 充滿著泰國風情的菠蘿海鮮炒飯 如果認為影片實用有用 或者試過煮來吃,覺得好吃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好 因為有你支持,就是我的拍片動力 大家好,見到這麼大堆東西 大家可能都會歇一歇 炒飯,搞這麼多東西,真厲害 沒辦法了 你要去做些東西,地道有多風味所在 一定要有所準備 這裡我們每樣東西,可能這三色椒 都是用少許的,不用慌的 我們眨眼,就會把它簡化 眨眼,大堆東西就變成小堆東西 我先去講一下菠蘿 首先,泰國的菠蘿炒飯 當然要選一隻漂亮的菠蘿 怎麼才算是漂亮的菠蘿呢 我們要選一些深黃色的 這個意思就是會熟一點 如果你去選菠蘿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時候都會淺黃色的 那些就淺一點 而且摸下去會軟一點 熟的菠蘿就會摸下去軟一點 而且多數會有三個地方給你選 一個就是地悶 我這個就是台灣的鳳仙 還有一個就好像是馬來西亞的 地悶那些會大一點 台灣的酸味沒那麼濃,會甜一點 所以我選了一個是小一點,甜一點 還有台灣的鳳仙 我們做的時候,你要它高級的話 當然要留一個菠蘿頭來做一個托飯 在外面吃到這個東西 真的吃得到菠蘿墊底的炒飯 我想炒飯都差不多兩百元過 我們待會先煮菠蘿,我們來講一下其他東西 海鮮呢,這個青口 上一集就會見到它了 這個就是新鮮的青口 我拆完肉之後,這裡就半熟的 我不打算拌在一起 因為這些是急凍的海鮮 我一剛才就做了一些手腳的了 就把它放一點鹽,出水 再過水,印乾乾它的水 因為通常急凍的缺點就是 有些雪味,有些味道 再好吃一點,我們就醃一醃 加一點胡椒粉,驅一下它的味 之後你喜歡加花一點就比較重 加米酒就會比較淺 我們輕輕的醃一醃 這樣它就會更加好吃 爽它一定會爽的 因為它這些,當你用過急凍海鮮 摸下去會散散的,就是加鹼水 所以它又耐放,又爽口 就是這樣 那海鮮就醃了 這個青口,新鮮的,我們就不攪拌了 這個是之前吃剩的蟹柳 如果你炒的時候,不要太快放下去 我會打算拿它來做顏色 最後才放上面 然後我這裡就準備了兩隻雞蛋 就是用來炒飯的雞蛋 平均一個人頭,即是一大碗飯 就用一隻雞蛋 有些時候你的比例拿得太多雞蛋的話 就會更加上是難炒 隨時炒一炒一下,又要補一點油 都還未頂 所以預算數 我自己覺得一個人頭就放一隻雞蛋 兩碗飯就放兩隻雞蛋 這樣的比例 炒飯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菜碼 如果我們中式來講 就是揚州炒飯 這些東西 就多數會見到有這些 甘筍粒、洋蔥粒 這些東西 但是泰國很少說用洋蔥粒來炒 多數會用三色椒 紅、黃、綠、黃、綠 我們切粒粒 這樣東南亞風味就會出一點 接著我們講一下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豬肉鬆 你有吃過泰式的菠蘿炒飯 正常應該有豬肉鬆 所以不可以不加 這兩個東西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我們在中途去了超市 去了幾間超市 我買了兩罐的 都是三十多元罐 看不見到分別在哪裏呢 這些是比較幼的 這個比較粗 兩個牌子都是三十多元 一個比較深色 我開了來試 我建議大家用這個 這個就是 豬仔麥 味道比較濃厚 但沒有那麼鬆 有些質感 這樣 我們最後要來灑上面 所以記得買吧 兩個都是三十多元 喜歡吃鬆一點 味道沒有那麼濃 就這隻 淺一點的 味道 看一看 粉一點 各有各好 其實都不差 這兩隻 我會用這個的一會兒 接著 就要到這個 腰果 腰果這些就貴一點 幾十元盒 最重要的就是 有準備 我們放少許放棉 也是風味所在 不可以沒有 貴日貴了這些 為了隆重其事 就沒有辦法 怎樣都要買回來的 接著 提子 提子 最好就不要買 強國那些 我這一隻 是美國仔的 又是風味所在 很便宜的 十多元 但真的不是那麼容易買到 很多超市都沒有 你要做得好的 就要自己去找找 找一些提子光 最後就講完這四支 我們就開工了 這支大家都認識 魚龍 我們當它用鹽 當它是鹽 還有一些鹹一點的味道 接著就到黃薑粉 這個是菠蘿炒飯 以為做顏色的效果 接著這支是什麼 這支其實我們會叫做 味知素味鹽 即是味鹽 簡稱 它的好處 根本就是味精混和鹽 如果沒有這支 的話 你就用鹽 糖 做個味 因為這一支 很好用 因為炒飯 其實好記一件事 就是炒出來的飯 不夠味 這支 就會容易一點掌握 就會粒粒 都有些味 最後 我買不到一件 叫做蝦頭油 我就用了一支 東南亞的蝦膏 去做 做多一點點 因為 如果你是用蝦頭油 的話 就直接拌到炒飯 如果蝦膏 就要開了 開的時候 我們就要爆一爆它 差一點就忘記了說了 先不要開鍋子 先說一下飯 我倒出來給大家看 這是我昨天 拿出來的隔夜飯 先倒出來給大家看看 其實炒飯很講靈魂 好不好炒 炒飯 大家看看 炒飯 炒飯 為什麼用隔夜飯 的原因 相信大家都知道 夠硬 但是有些時候 如果煮了一鍋飯 已經是煮爛了 還是很難炒 我這些飯 剛剛好緊熟 你看到一粒粒 不斷 就叫做正好 如果你的飯是起漿的 即是熔熔爛爛的 就炒不到飯 炒之前 我們去炒一下 炒一下 炒一下 你就會容易炒一些 用的飯料 怎麼才是好壞 大致上就這樣 如果想知道更多 就留言給我 我會看到 我會盡量回覆你的 OK 炒散了 終於要開菠蘿了 這個菠蘿 就是一隻手那麼大 如果你是選擇大菠蘿 就在中間砍一刀 就可以開到兩個殼來裝 但是我這個菠蘿很小 我想想一下 如果我一做 我可以做兩個 我就不打算這樣做 我會把頭髮長 我怎麼上碟 我會先切斷這個釘 這樣就比較標誌 當然你要用鹽水 洗得乾乾淨淨 然後怎麼好呢 這麼小 我就會開一個蓋 即是砍三分之一來做 好嗎? 好,試試它吧 OK 砍了蓋 這邊我就不打算開 也算是站得穩 OK 接著 怎樣去蓋這些菠蘿肉 我就拿一把小刀 這個就要圍圍圍地做 小心點 小心點 如果你開半 正常應該會比較開 但我們這個 試一下 什麼都 接著 就看看你想要開多少格 我想開兩塊出來 底部就會黏住 這樣就要找一隻匙巾去撬一撬 開它出來 中間有個芯位 會比較硬 白身一點 待會再算 我們開了一邊應該比較好 很快我的菠蘿就做好了 這些就是我挑出來的菠蘿肉 這些白色的位置就是菠蘿芯 我開出來給大家看 這些會做菠蘿粒 看到 是不是很完整 這些肉都挑了出來 深就是這樣的 很深的 放一隻手指就看到了 都很容易就批到 比我預期中容易 我碰完了 吸回它 真的挺可愛的 哈哈哈哈 外面一定吃不到 挺有心機才可以 是不是 記得給個Like 所以 好了 埋路第一時間 我們又把這些蜆仔 這些急凍的東西 拖到它半熟 那這裡我有些青口 其實上一集都已經飛了少少 其實都是同一天 都輕輕拖一拖它 那蟹柳呢 那些漂亮的蟹柳就不用拖了 生成都可以的 很棒 有空偷吃 那些蝦仔開始變色 就差不多了 看不看得到 那些蝦仔呢 那些蝦仔呢 就是它做全熟就會紅一點 開始有少少拼拼的 有些粉紅 就差不多了 精型激透的蝦仔 就這樣看呢 那些急凍的東西很棒 一看起來就知道它很爽 好了 終於來到這個百葉化的階段 我們就暖了一隻鑊 加一點油 千萬不要用一個滾油 因為我們現在要爆蝦膏 蝦膏其實很搶火 小心一點 最緊要就是 火要小 我們開一開稀 就是你爆它 出不了那個味 它這麼頑皮 黏住了 打爆它 還有我們要 開稀 如果你是買到蝦頭油 就不用教那麼多東西了 我找了四五間 雜貨店 都找不到 OK 就關了這個火 看到它的餅頭 不要亂來 這個蝦膏 混了蝦油 夠不夠稀 難不難炒 自己看一看 如果覺得它不夠稀 沒什麼信心 可以混在飯裡 加一點米酒 目的就是 開一個蝦味的醬 這樣出來 待會炒的時候 我們就 放進去炒 下水下酒也可以 不過水溝油會爆 酒溝油會揮發 差不多 我們就傳給它 很香的蝦膏油 我們就做好了 這個三色椒 你可以選擇 最後才放 顏色會豐富一點 但我會選擇 白鑊去炒 目的就是 抽一抽雪氣 水分 當然會香一點 我會用白鑊來煎一下 收一收它的水分 大概20秒左右 你就會看到它的水分少了很多 而且會聞到一些蝦味 有些出煙的狀態 有些出煙 就可以了 這樣我們這個三色椒 就會更加好吃 當然 當然 關掉也OK 顏色沒有變 我們先養開它 來攪拌一邊 現在鑊還很熱 調小一點點火 這個時候 放這麼多油 都不是炒飯 炒什麼鬼 搞這麼多東西 做什麼鬼 海鮮 習慣了 爆一爆它 都是輕輕煎一煎香 我覺得輕輕辣會好些 不要動它 開大火 扯一扯 聽到它 看見它有些油分 有點焦焦的 看見它是炒蛋 跳一下跳一下就可以了 這樣才可以發揮到 海鮮的味道出來 看上去都會看到 有些金黃色 海鮮的脂肪油分 包一包它 是複雜一點 手續會更多 現在先關火 先放一邊 好 這樣就來了 我炒了兩隻雞蛋 再加上油 兩隻雞蛋 究竟你喜歡先加雞蛋 還是先加飯 其實很多分別 人人都不同 那我就 古靈精怪些 即是個人喜好 我會先放一半 那放多少蛋呢 先放一半 我會放底面蛋 多一點就不要緊 到這個地步 看到它半生熟 底部熟了 立即 放飯 不要讓它全熟的時候 我們馬上用鏟 按下去 很快 現在火很慢 好嗎 在它的蛋未熟 煮熟之前 我們就把飯 撕緊 由於這個飯 太過了 我們馬上翻 因為 要不然飯會 焦焦的 可能熟了一點 因為我不會想做 黃金炒飯 即是一粒蛋包著飯 又第二個炒飯 底面蛋 本身是兩邊一起 半生熟蛋 炒的 有時的食物就煮熟 OK 底面蛋的好處就是 可以在飯中間 射回醬汁 我們不用怎麼動 壓回蛋下去 篩一篩 在雞蛋未熟之前 可以動一動 讓雞蛋均勻 把雞蛋均勻 貼著飯 盡可能壓著 它的意思就是 搓散飯 相信大家 高手已經知道了 有些雞蛋 一塊塊 撐一撒斷 炒飯炒得好 第一個要求就是 煮熟的飯一定要一粒粒 在這個環境 它差不多 開始乾了 我們就要下味 首先要下蛋味 這個味之素 味鹽 沒有的話就下點鹽 如果下鹽的話 三分一到一半的茶匙 撞回少許糖 想吃辣的 可以下一點胡椒粉 有一點胡椒粉 就會香一點 下完鹽和胡椒粉之後 就下這個粉 就放些顏色 大概 少許 三分一茶匙 看看它什麼環境 先拌下去 看看效果 看不夠黃 薑粉 好像星洲茶匙 不夠的 再補色 剛才下了三分一 現在補足一斤 看顏色做人 像不像樣 應該差不多夠了 如果下顏色 最重要是混出 不要說有些白色 有些什麼 海鮮 之後呢 先拌下去 先拌下去 因為比較窄 比較窄 拌一拌 可以了 接著就到菠蘿 菠蘿 菠蘿不要說放太多 這個會有些水分 飯自然就會吸收到 看你多喜歡我 都大概是我喜歡菠蘿 給多一點點 好嗎 有些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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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乾未必是一件好事 菠蘿其實凍食都可以 馬上 我們又可以做另一種 這個就是蝦頭醬 一放要很快去拌 用的時候 你看到它的油浮面 記得攪一攪 這個有次序 我們放兩個茶匙 三個茶匙 夠味 還有呢 我不知道大家弄到 蝦膏醬有幾多 太鹹的話 記得開啟它會比較容易混 又或者呢 其實如果我的計劃大一點 我都要這樣掃它 讓它的味道更加均勻 現在的蝦醬味都出來了 那麼多口水說 都希望大家 會聽得懂 我不是想去登機 搞到一些東西很長時間 這個長時間 不要以為真的收入會比較多 這些真是肺虎之言 想大家都做到 效果不是亂來 已經聞到一個 蝦的香味 最後很漂亮的三色椒 之後到蟹柳 一拌就起了 還有鮮味的來源 不是生抽 就是 魚露 輕輕拌勻 正不正 這個時候 到最後 你可以調教它的濕度 有些人喜歡濕一點 有些人喜歡乾一點 我喜歡不濕不乾的 風味就是這裏 三色椒 海鮮全部齊 菠蘿的甜酸味 咸味鮮味 什麼都齊了 最後這個環境 最重要是享受 先吃一口 好棒喔 我再煎一會兒 再上菠蘿給大家看 出煙的菠蘿海鮮炒飯 美麗嗎 美麗嗎 看見都有點想吃的感覺 先拌好碟 再加幾粒果仁 很重要 很豐富 然後提子 提子也是風味所在 給它幾粒提子 一定要買 你有心機做 配菜不足就是不足 可以嗎 看見客人 還有這個 豬肉鬆 又小一點就是這隻 瓶裝型的 如果是喜歡有味一點 鬆一點用這隻 加一點 因為如果放太多 可能拍出來的照片 沒那麼漂亮 這樣就放一點 免得遮蓋位置 大功告成了 記得給點心機 逐個逐個去炒 炒香些東西才放 這個炒飯一定好吃 行不行 不錯的 畢竟炒了幾十年飯 其實我小時候 十多歲已經炒飯 第一道學的主食就是炒飯 如果你說去見人 不就是驚喜 之後再開蓋 驚喜 今集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集的 菠蘿海鮮炒飯 好了 那就不妨礙大家了 多謝大家支持 記得給個讚 聰明就行了 拜拜 開飯了